Hello,大家好,我是謝菲,Daniel,或者有人認識我,我是謝家晶 歡迎來到謝菲的免費好介紹 這個是一個全新頻道 我會將在加拿大溫哥華這麼美麗的地方 向大家分享一些免費旅遊好去處 或者免費旅遊的資訊 讓大家可以不用錢 也是游覽這麼美麗的大溫哥華這個地方 我其實從事傳媒工作和旅遊工作都超過30年時間 在這裡我希望將加拿大一些很美麗的自然界風景區 或者一些很美麗的湖博 一些行山徑 甚至是一些很美麗的公園和大家分享 有時候有些博物館或者一些很特別的展覽館 都是免費可以開放給遊客去參觀的 雖然疫情是如此嚴峻 但是希望疫情過後 可以很多海外的親朋好友 都能夠來到加拿大一起去享受 或者參觀這些免費旅遊地方 大家可以藉著周末時間和家人一家大小 先去參觀每個星期去一次 去一個不同的地方 草草迷迷之後 大家和朋友過來的時候 就可以成為一個專業導遊 可以帶他們每天去遊覽不同的景點 好了,一路事不宴遲了 今天先和大家分開一個 在低陸平原是一個非常特別 一個很美麗的地方 這個也可以是坐船去的 也是免費坐船仔 坐船也免費? 對呀,免費的 事不宴遲,跟著我出發吧 今天要介紹這個免費坐船仔地方 這地方位於蘇利市 104階104A 入到這個路最盡頭的地方 你看到在前面紅綠燈 這裡可以停車 可以等船過去對面的島 通常我會轉入左邊這個空地 這是一個露天的停車場 通常你會拍下車之後 你就會在這裏下車 坐船仔過去 你通常可以帶你的單車 過去那邊踩單車 享受這個家庭樂 在這個停車場 你會見到有一個介紹這個島 的一些資料 你可以拿一本的小冊子看看 你看到這個河對面 就已經是這個島 在後面見到一輛白色的Pickup車 這輛車就在等船仔過去的島 這裡也有一些安全設施 叫大家保持兩米距離 如果病的話洗手留在家裡 這是大灣區局的一些安全指引 所以大家過來這個島都要做足這個防疫設施 因為疫情關係 你看到有個告示 貼出來就是 島的南部 因為島有原住民居住 就叫做Cassey原住民 所以它的社區就封了那條路 看到紅色的位置 就寫著Close 其實島 大概是全長10公里 但是因為這段路封了 就不可以圍著島 走一個圈 或者是踩單車 玩一個圈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這個船是不需要錢的 有個時間表 星期一到星期四 星期五到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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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裏再提醒大家 如果駕駛技術是不錯的話 駕駛技術是絕對沒問題的 因為駕駛後 駕駛需要退後上去對岸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木的一條橋 駕駛在船上 船是很小的 拍到最前 現在我們開始坐船去巴士登島 看到現在有陽光 其實是一架小船 拖著載車的浮台 大約三四分鐘就到了 現在就到了這個島 正在搭上岸 然後就到了外面 那些車就是補助到島上 現在上了碼頭 現在在島上 那些車正在等下上船 那些車就是 由島上去對面 所以他們是補助到船上 這個島上有油證的設施 油桶在這個位置 一到上岸就看到 這個島的行車時速是50公里 上到巴欣斯頓島 你會發現這個島是很寧靜的 好像與世隔絕 這個島民多數都是從事一些農業 經營農場 有牛、有雞、有羊 我們有一隻很出名的玻璃瓶牌子 A字頭的牛奶公司 生產的牛奶 在這個島上有間工廠 有間牛場 小朋友來到也很適合去踩單車 所以很多人就在 帶單車來環島去玩 就可以享受一些單車家庭 有時小朋友看到羊、牛、雞 就好像去了一個 迷你的動物園 也是非常之開心的 你看有時在季節性方面 有時也看到很多不同的蝴 在這個地方看到一些農場 有些和菌草 用些膠包著 有拖拉機 很有田園的景色 這個就是A字頭的牛奶公司 這個就是牛場 是老田園的 是老田園的 客人來到這裏發現有另一個農場 是賣雞蛋的 这个地方是天然鸡蛋 这里有些农场鸡蛋 来到隔离鸡蛋农场之后 旁边有个叫牛场 亦是同一个Panda River Farm 这个就是买牛肉 这里是其中一个休戏的公园区 在岛上 踩单车的朋友来到这里 可以走去看看 这个叫做 Robert Pond Rest Area 这个休息区 可以踩单车 可以踩单车 带狗 走进来 这个是野餐区 有野餐台 环境也挺漂亮的 看上去 要看出去 就看回素里那边 这边 这边可以看到整条 金耳朵桥 可以带招弯过来 这是一个打卡点 这边 这里有很多木材 拍在岛的岸边 因为旁边有一间木厂 有些人在学小型飞机 因为旁边有一个Pig Middle 的机场 好 刚才跟那个农场负责人 聊完 聊完之后 他就 告诉我 原来 这里一会儿 他会放牛出来吃草 这些全部是乳牛 我们可以在这里停一停 拍下 一些牛的吃草过程 你看到 这里有很多牛 就出来吃草 刚才跟我经理 聊天的时候 他就说 大概11点多钟 那些牛 就会放出来 一个大草圆 大草场上面 就可以散步 接着吃草 享受一下阳光 你看到 那些牛都很大 这些是乳牛 来的 供应本地 农场一些 牛奶 除了看牛之外 其实在岛上 很多不同的树 藝術雕塑 这里也看到 有一些 好像 巫婆 就在 电灯柱上面 掛在这里 也有一些 地去出售 这个是 51.97 aqus 这里 就是下船 的码头 回到对面的 素利士 排队上船 这些牛奶车 刚才过来的时候 就碰到它 现在走的时候 又见到它 好了 下了一架小船 游览完这个小岛之后 坐船 就回到对面 这个素利 这个 上船的码头 其实这个码头 有个名字 就叫做 Pot Chaos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就记得 点赞我 和订阅我的影片 我下一条片 继续出来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 旅游好介绍 是免费的 拜拜 拥有点 我相信 我当下 completion 就赢了 买队 你 飞有什么 房子 我 你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